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种分析也摆上了西方媒体重要的版面 有媒体形容胡锦涛是被离场 有的称被架着 被强行带走或当众羞辱等 而中国官媒新华社在推特上发消息称 当时胡锦涛只是身体不适 工作人员为了他健康着想 陪他到会场旁边的房间休息 关注中共二十大的学者 庞新华认为 胡锦涛应该是很不高兴 好像他要说话 他不愿意离开 小祖上胡几次想发言 都不给他机会 一尊一个眼色的授意 把他弄了出去 在大会上胡还列了一个发言提纲 放在一尊的左手 胡的右手方 他走的时候要想把提纲拿走 但人家没让他拿 被一尊一把按住了 一张纸都没让他带走 他是主席团成员 他是可以破例发言的 视频画面显示 胡锦涛在被带离座位前 伸手要拿习近平左方的文件 习近平立刻压住 不让他带走 有外媒猜测 习近平前面的文件 可能是最关键的人事名单 另有多张图片显示 胡锦涛被带走前 想防开自己的红色文件夹 却被坐在左侧的栗战书阻止 立想拿走文件 胡锦涛拒绝 这一幕被右侧的习近平看到 于是他向胡锦涛左后方望了一眼 立即有人过来 请胡锦涛离开 法新社就此整理了 胡锦涛提前离场的几种可能 胡锦涛突然退场 必须与习近平在二十大演讲 对胡时代的严厉批评 一并解读 胡锦涛基本上是被拖出了 人民大会堂的 胡被带出会场 是因为他对中央委员会的组成 非常不满等等 美国纽约时报分析认为 就像中国政治中许多其他的情况一样 真相也许永远不会被揭露 但这一幕在记者被允许进入大厅后不久发生 其时间至少是有暗示性的 美国广播公司BBC驻北京记者写道 要么是胡锦涛确实有严重的健康问题 要么展示了中国强权政治一面 一个代表旧时代的领导人 被象征性的带走了 河北学者张成 说国际社会曾寄希望于 中共内部通过文和派进行改良 现在终于看到中共党内已经无能有能力改变现行政策 他说中国社会的形势已经到了向下运行的下坡路 唯一能阻止的可能就是爆发战争 党内已经没有任何改良的空间 过去总有一些人幻想中国有一个改革派 出一个领袖一个精英 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个都没有 陈苏涵先生则认为啊 胡锦涛蒙羞是习近平的阴谋 他指出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惊人的一幕 至今还留在世人的脑海 全世界都在猜测 胡锦涛被强行带离会场的原因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居然有人说胡锦涛被劝离是健康原因 这纯粹是闲扯 视频上很清楚的显示 胡锦涛不愿离开 完全有行为能力 如果真的是由于健康原因 那么把胡锦涛带离会场的应该是医护人员来完成 同时在座的很多代表也会过来问候 然而当两名工作人员强行把胡锦涛带离会场时 谁敢说一句话 显然胡锦涛被请出局 完全是习近平事先谋定之后才采取的行动 他怕胡锦涛搅局 令他难堪 问题是全世界都明白 能被习近平请来参加会议的代表 都是支持和拥护他连任的 不然根本不可能进入会场 胡锦涛等一帮元老们也不例外 那么习近平又为何担心胡锦涛会搅局呢 这就是习近平搞阴谋的根源 第一 习近平扬奉阴违 近几年来 他几乎把所有的心事都放在谋求二十大连任上 争取广泛的支持就是习近平的工作重心 中共是一个黑社会组织 也就是一个庞大的黑帮 帮内派系领利 什么团派改良派元老派等等 其中元老派是习近平首先要摆平的 因为他们很有实力 权力中心有很多人都是他们福祉和提拔起来的 从邓下平时代一直到胡锦涛时代 乃至习近平上台的头几年 权力中心的人事安排都是帮内各派势力博弈之后达成的平衡结果 然而习近平这次连任是一次非常出格的政治举动 因为他打破了任期不超过两届的规定 况且他执政十年已经把国家折腾得奄奄一息 官员不得安宁 老百姓怨声载道 可见习要连任主力不小 而主力首先来自元老派 那么怎么搞定他们呢 习没有选择唯有对元老派们承诺 只要你们支持习某连任 习某同意安插你们的人到权力中心 甚至到权力的顶层 元老派不想与习火拼 一致两败俱伤 即便是心里一百个不愿意 但看在习承诺的政治份上 也同意他连任 这样习和元老派之间的权力博弈 就达到了一种平衡 习连任 元老派的人可留论 这个结果可以说是互利的 双方都接受 只可惜元老们低估了习近平 因为习是一个毫无政治操守 且暗于全谋的人 一旦连任成功 所有的承诺全部抛诸脑后 事实也正是如此 第二胡锦涛绝不甘心被当猴耍 一定要砸习的场子 胡锦涛虽连接巴士 但脑子并不糊涂 况且胡也是极有个性的人 勉力长征 任性超群 像胡这种人 曾经是习近平的老板 而且习近平的恩人 是他一手把习推上皇位的 可以说没有胡锦涛就没有习的惊天 当胡锦涛发现习 公然对他耍两面派手腕 玩他于鼓掌之上 他能容认和接受吗 事实是习近平坐实 把胡锦涛等元老们玩惨了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 不见元老派亲信的忠意 一个都没有 尤其连胡锦涛最器重的李克强 也落选了 更有甚至 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 也是这一次的代表 不但没有基深 中央委员的行列 连候补委员都没有能够入围 胡锦涛看到这样的 结果能不火冒三丈吗 以他的脾气 他绝对会在会场内 与习大闹一场 而习的口才与智商都不如胡锦涛 一旦在两千多名代表的面前斗起来 习多半会输 一旦输了 微信上帝 然而全谋高手习近平 是不会给胡锦涛这样机会的 因此我们才看到 新一届中央委员名单 候补委员名单公布后 习就派人把胡锦涛强行 带离了会场 可以说习近平对时机的拉列 还真是恰到好处 之所以胡锦涛被架出会场 是习的阴谋 是因为这种事情 在中共的各种重要会议上 还没有发生过 要不是那段视频曝光出来 谁会知道习近平居然能下坐到 这般田地 这就好比参加一次宴会 既然受邀出席 怎能中途被强制离席呢 这种事情 连中共太主 毛泽东都干不出来 而我们的庆丰帝 却不负众望 创造了中共政治史上的奇迹 堪称一大手笔 不过习近平也因此邪恶之举 为自己的日后悲剧 埋下了伏笔 就在习近平中共二十大 一中全会三年论总书记后 23日的晚间 上海有两名年轻人 拉起向四通桥抗议者 致敬的横幅 游行示威 他们沿着襄阳北路行走 由庶民同伴随行 进行拍摄录影 他们抗议行动 引起了路人的围观 据消息指 他们手持的白色横幅上 写着几个简单的字 不要 要 不要 要 不要 要 这其实是北京四通桥 抗议内容的简行 只要知道四通桥 抗议横幅内容的 便能理解他们的表达 中共二十大召开前的 十月十三日 抗议者彭立发 在北京四通桥悬挂 反习近平横幅被捕后 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其中一幅是 不要核酸 要吃饭 不要风控 要自由 不要谎言 要尊严 不要文革 要改革 不要领袖 要选票 不要奴才 做公民 影片显示 两人的同伴 在行者时 高声唱起国际歌 并吹起了伴奏 无论胡锦涛 是以何种原因被嫁出 但他标志着 中国已经彻底告别了 改革开放 重回毛泽东 极权主义 黑暗时代 即将成为终身的独裁者 尽管可能中途翻车 但中共由此陷入接班的危机 时事评论员 陈祥指出 中共在毛泽东执政期间 为设立接班人制度 直接引发他死后 党内激烈的权力斗争 后来接班的定下平 正是为了解决毛时代 遗留的政局动荡 才定下集体领导的制度 禁止个人崇拜 也否定终身任其治 并立下隔代指定 接班人的规矩 不料这些规矩啊 历经江泽民 胡锦涛两代领导人和 就被习废除了 习近平走的是 毛泽东的老路 但这也意味着 中国人民恐怕 要重偿 毛泽东集权时期 所吃的苦头 这就是吃二病苦 受二查罪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Node 超级 像 亢养 与 人 亢养 并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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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